那也很 也很無辜 我沒懂 我沒懂 再也無法堅強 張太太照顧病重的婆婆 認不住痛哭 這一條路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們不知道說 一個520就任到現在 才這麼100天 幾乎是等於端頭式的 把我們變相的裁員 要求真的不多 只想賺一口飯吃 她跟先生都在旅行社上班 先生開遊覽車 路客不來 已經整整一個半月都在放無薪假 太太是導遊 現在一團都接不到 原本先生最高月入6萬 太太5萬 現在通通要歸零 夫妻倆在同一間旅行社上班 原本忙碌的辦公室 現在座位都空著 只剩兩三個人輪流上班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開口 去跟我的員工說叫他們不要來上班了 實在撐得好累好痛苦 旅行社五年前開始做路客一條龍 以往一個月最多接到160團 520後9月只剩15團 下個月明明是大陸11長假高峰 卻一團都沒有 完全沒錢賺 旅行社買30輛遊覽車 每個月車單就要400萬 加上160幾個員工 人事費用加一加 每個月上千萬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在台灣生存會有這一天 日子會過到這樣子 以前淡季過了就等旺季 但現在卻一路慘下去 員工哭老闆也哭 完全看不到旅遊業的未來 解程顧名蔡莊吉高雄報導